女人为什么比男人更长寿呢 今天呀我要给大家揭露一个秘密啊 在生活当中很多家人都知道 女人比男人呢更长寿 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今天呀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一个女人 我恭喜你啊 以后呀你要把这种特点呢 更好的发挥出来 那如果你是男人呢 我也恭喜你啊 因为你知道了这个原因以后呢 就能改正我们这种缺点 然后发挥出女人的那种优势了 好了 现在呢我就把这种原因 以及改变的方法 一股脑子全部交给大家 那在生活当中呢 女人比男人更长寿 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识 当然原因有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女人呢善于哭泣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 女人在生活当中 如果碰见一些悲伤的事情 或者一些气愤的事情呢 她的心情不好 马上呢就会哭出来 而男人呢恰恰相反 男人碰见伤心的事情呢 碰见压抑的事情 总是要埋在心中 她不愿意去哭 那有的家人就说了 哭不哭有什么区别呢 这大家就不知道了吧 如果你碰见伤心的事情 或者一些非常气愤的事情 你及时的哭出来 就会把你心里那些不快释放掉 一旦释放掉 你的压力就小了 这就是在生活当中 有些女人呢碰见极度伤心的事 有的时候呀 伤心过度 但是哭不出来 这个时候呢 有经验的老人就会劝她 哭吧姑娘 哭出来吧 一旦这个女人一哭 眼泪一处来 一释放 这个人的精神呢 就过来了 那如果这个女人 由于极度的伤痛 总是哭不出来的情况下 她的身体呢 就会出毛病 那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 都有这样一种体验 大家碰见一些伤心的事情呢 或者一些其他的事情 哭出来之后呀 心情必然变得平静起来 而在生活当中呢 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哭泣 所以女人呢 在无形当中 她学会了这种释放压力的方式 而男人呢 从小就养成的观念 受到的教育不一样 比如说男子汉大丈夫 流血不流泪 男儿有泪不清谈 等等的传统的一些思想观念 让男人觉得呢 流泪是懦弱的表现 是不勇敢的表现 所以男人碰见伤心的事情呢 其他的一些事情 一般呢都在忍 所以你忍这个气呀 都在你的身体当中 会造成你身体的毛病 这就是为什么男人的身体素质 要比女人好 按道理说呢 男人身体好 应该比身体不好的人更长寿 但是为什么活不过女人呢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 所以今天我这么一说呢 大家都懂了吧 为什么女人比男人更长寿呢 就是女人善于哭泣 善于排解这个压力 那么通过今天我的讲解 作为男人 你们以后碰见伤心的事情呀 不要再绷着了啊 该哭就哭吧 有什么呢 就是释放压力嘛 人活一辈子都不容易 该释放的时候呀 一定要去释放 我也不知道今天我说的对不对啊 大家认同不认同 同时呢 我也希望家人们 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呢 能够身体健康 因为身体健康呢 才是第一位 大家怎么看呢 大家见面期下了吗 我说 Mohammed 感谢观看